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有网友说他现在正在准备婚礼 公民女友的父亲说申请marriage license 前要检查身体 验血什么的 他说他打算索性把i693搞定了 但是不清楚现在这个i693体检是否必须在结婚后申请绿卡前做 面谈的时候会不会被移民官挑剔 i693的有效期是一年 所以不管您是在婚前婚后做 那么都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劝客人是在闭脚 我们闭脚申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做 这样可以确保你那时候等到你拿到绿卡的时候 所以你i693是有效的 那如果说你这次比较久的话呢 那可能会到时就没有效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你考试在地角的时候申请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做了 没有关系 他有效期是一年 所以婚前婚后都可以 婚前婚后都可以 就是看他的一年期 你尽量还是要靠近绿卡申请的这个时候做 会比较保险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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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